开生意 客户老外 都是过来 加我微信 然后看着我老板 孤独的照顾 我老板看着我 干得漂亮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这是英文 我说但这里是中国 但里面是的是凡语 什么病院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有一天我女朋友问我 你猜我在医院碰见谁了 我脱口而出 你为什么去医院 他愣住了 说因为我是医生 当时一眼望过去 鱼都是肚皮潮沙 老板过来 怎么回事 我说笑翻了 院长为难我 上台说 来 一句话逗笑我 我说你学术造假 他说哈哈 真会讲笑话 这个不是我弄坏啊 因为他本来就是 两截拼在一起的 每个人都被拔出笛子 Everybody 最近脱口秀太火了 我老家 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 都来找我合作 让我 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 站前面 讲脱口秀 我说可以 但需要你配合 他说怎么配合 我讲到梗的时候 你扣他脚心 我以前觉得 幽默能吸引女生 我中学开始 就爱写笑话 讲给我喜欢的女孩 他笑得很开心 然后讲给他喜欢的男孩 那个男孩 再讲给我 一个笑话 幽默了一圈 就我不开心 上海 很多年轻人谈恋爱 很现实 是为了分担房租 很现实 其实 情侣同去之后 也会有一些烦恼 有一天我睡得正香 我女朋友把我叫醒 她说杨波 我睡不着 咱俩聊聊天吧 我很生气 我说聊啊 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 她开始数 数啊数 睡着了 我睡不着了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的感情生活 并不是很顺利 但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是事业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老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 我发现并不快乐 并不快乐 我之前 教高中物理 还是高三 压力特别大 提我都不会 学生也很笨 每一个能给我讲明白 后来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经常要和老外接触 但我英文很差 每次出去 都是老板给我翻译 后来老板把我开了 可能他觉得 工作压力太大了 每次谈完生意 客户老外 都是过来 加我微信 然后看着我老板 孤得照吧 我老板看着我 干得漂亮 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 其实 现在人工作压力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只在一瞬间 之前有一次 公司加班 晚上十点 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 说自己 刚做完的 二十页PPT 忘保存了 所有人都上去安慰她 老板都亲自过来 一顿操作 帮她恢复了PPT 发现只有三页 我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我的对手 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 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 我太难受了 淘汰他俩谁 我都舍不得 我想尽各种办法 我去找效果老板 我说老板 咱从节目考虑 淘汰我 不能上热搜 有道理 淘汰王建国 可以上热搜 是 因为没人认识我 老板说 对 你是谁啊 今天的主题是上班 外地人 在上海 找工作很难 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叽叽喳喳 说了半天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 这是英文 我说 但这里是中国 他说 但你面试的是反语 我大学专业 叫水产养殖 我的校友全来了 当年在我们那里 海王这个词 形容的还不是渣男 是我们专业 年纪第一 我来效果面试 HR问我 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 我说 当了四年海王 他说 你真不要脸 符合我们公司文化 我很喜欢鱼 大学在宿舍 养了一盆小鱼苗 回去发现我室友 在做足疗 为了从事这个行业 我还去学校鱼塘 偷着练游泳 换气很难 要在水上吸一口气 水下吐出来 水上再吸一口气 我不会 在水上吐了一口气 下去喝了一口水 上来吐了一口水 我怀疑这个场面 被人看见了 因为过了几天 有人传 鱼塘里有鲸鱼 当年因为过度捕捞 嘉陵江鱼业资源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我决定在实验室 培育鱼苗 放进嘉陵江 当时我在上游放 渔民在下游捞 鱼都猛 啥意思 欲擒故纵啊 整套流程速度 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 我前老板 特别爱讲大道理 有一次开会 他拿了一根筷子 掰断了 又拿了十根筷子 也掰断了 说 看见了吗 你们加起 也斗不过我 刚才扯那么多 有的没的了 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其实职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就在一瞬间 有一天晚上 下暴雨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男生 忽然蹲下大哭 哭得很惨 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 不仅没安慰他 还围上去 拍短视频 我很心酸 我走过去 我说 兄弟 你怎么了 他说 哥 我们在拍短视频 大哭的结束后 我有了一种 当明星的心态 我干了一件 我从没干过的事情 去做了头等舱 很失望 头等舱的空姐 服务质量太差了 把我赶回了经济舱 现在小孩太嚣张了 我有一个五岁的侄子 他淘气 我打了他一下 他居然都对我喊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我说 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 他说 让他俩干一架呀 我也愣住了 问我哥 他爸到底是谁呀 我哥说你疯了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吗 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 她平常只看综艺 前两天 我推荐她 看奥运会回放 她被一百米短跑迷住了 跟我说杨波 他们怎么跑这么快 这还试人吗 我说 你把二倍速关了 苏炳天 百米长计 四秒九一 我说 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 他说 那你还去参加 我很讨厌上班早起 有一天我 骑晚了 怕迟到 打了个专车 上车发现 司机是我老板 他看着我 你好像要迟到了呀 我说 那就看你表现了 还是迟到了 他扣了我工资 我给了他差评 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 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 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 我很害怕 我假装看不见他 开始玩手机 来了一条微信 别装了 我看见你了 我很尴尬 因为那天 我请了病假 他看着我 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来上海很久了 刚来的时候 跟人合足 要共用卫生间 很不方便 尤其我的室友是女生 我俩经常爆发争吵 我说 你洗澡能不能快一点 他说 你能不能先出去 别误会啊 他是我女朋友 我俩是姐弟脸 姐弟脸 相亲认识的 他是眉婆 后来我俩分手了 因为他有了新客户 所以说我很羡慕我哥 我哥在上海有一家公司 但一直单身 之前他拉我 陪他去静安寺求姻缘 很灵 一个月 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找到了对象 但公司倒闭了 我的愿望也实现了 有一对兄弟 两个人发展相差很大 哥哥游手好闲 现在在火车站偷手机 而弟弟脚踏实地 开了一家手机店 我妈特别爱砍价 小时候她带我出去 对方说三千 我妈说两百 不行就下一家 我说妈 要不就三千吗 咱已经走四家医院了 我快不行了 我妈说别着急 她会出来叫咱们 女生的问题很多陷阱 有一天 我女朋友问我 你猜我在医院碰见谁了 我脱口而出 你为什么去医院 她愣住了 说因为我是医生 你心里没有我 我很讨厌灌酒 有一天朋友约我吃饭 拼命给我灌酒 拼命给我灌酒 我刚要灌她 她说一会儿要开车 我很生气 因为我也是开车过来 我只能叫个代价 她接单了 我觉得上班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情 我工作的时候 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声音 杨波 你为什么不辞职 转头发现老板在我旁边 她说的 在智商里面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公司聚餐 经理说 杨波 给大家讲个笑话 不讲就是看不起我 我说 我就是看不起你 她愣住了 这项玩不错 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 她看着我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 这叫call back 其实 我说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吧 最近 最近我哥 因为一些工作失误 腿断了 腿断了 这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手机店倒闭了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我的风格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 我就是这样 我全家已经没一个好人了 但他们不在乎 我舅舅还来找我 杨波 你能不能把我也编你段子里边 我说好 你喜欢偷看人洗澡 他说不行 你能不能编个假的 我说你能不能先出去 去年上节目之后 很多人 说我是丧戏脱口秀 然后 就有一些白伙找我 我说我是丧 但毕竟还是喜剧 他说是喜丧 前段时间居家 大家因为无聊 行为越来越奇怪 我对面楼的大爷 连续三天 站在阳台盯着我看 第四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换回了男装 那两个月 我一直在回忆过去 我上学的时候 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 会想各种办法 有一次老师收作业 我同桌 站起来说 自己来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 把他作业本抢走了 我觉得他太笨了 连我都认不出来 有一段时间 我的邻居 是一个精神病 他住得离我很近 就在旁边的床位 他跟我说 他有透视眼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会隐身 我一直在租房 租房装修 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 我之前 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 房东很生气 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 这不能怪我 这不能怪我 因为前一天他说 一个月四千 我说三千五 他说那没门 我说可以 我觉得独居女性 是一个社会问题 因为生活会很危险 我邻居 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 放在家门口 第二天就丢了 我挺难受的 我挺难受的 挤酒 我很怕和老板交流 公司团建 同事逼我去给老板敬酒 告诉我酒 一定要比老板的低 我上学 老板 祝你长命百岁 近两年 很多人考公务员 我有个raper朋友 都在考 我说 哟 你怎么忽然奋发图强 他说 哎 因为我有山东丈母娘 他考上了 工作是给领导写稿 现在他们开会 已经有flow了 领导座位上写着 AKA王科长 旁边座位没人 写着 别来站边 我女朋友是山东人 我跟他妈说 效果文化是国企 前两天 有人找我直播带货 我说我不是网红干不了 他收了出场费 我说我来吧 网红干不了 那次之后我明白了 为什么明星们都去直播带货 原因和我一样 为了给家人 谋福利 中学条件很差 学校教游泳 没泳池 趴地下汗泳 看起来像练蛤蟆功 但我学习很努力 考上了大学 这在我们村很少见 我同龄人 大多数初中都没毕业 他们问我考怎么样 我说还行 上了个211 他们请我去县里 吃饭还做了横幅 恭喜杨博高考 取得211分的好成绩 我不算厉害 隔壁桌考了985 他们横幅上写着 恭喜抽满分200多分 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 在重庆学的 去年我说 我有个称号叫海王 其实不准确啊 应该是嘉陵江渔王 青岛有中国海洋大学 我们水产行业的最高学府 我想去交流一下吧 他说他们养海水鱼的 瞧不起我们要淡水鱼的 我说你别太过分 我是嘉陵江渔王 他说少废话 我是黄海龙王 我养鱼的时候 接触到脱口秀 开始疯狂写笑话 鱼堂没观众 我给鱼讲 鱼一直不理我 直到有一天 我讲着讲着 发现上来听的鱼越来越多 我非常开心 然后发现望开增养鸡了 当时一眼望过去 鱼都是肚皮炒上 老板过来 怎么回事 我说笑翻了 老板人好 没跟我计较 他说算了 你下去把死鱼捞上来 游泳会吧 我说分情况 在水里就不会了 上节目之后 我很不习惯 身边人都叫我老师 叫得我贼不好意思 还去考着个教师资格证 考完之后就很有底气了 很有底气了 昨天试服装 他说杨老师 你等我一分钟 我去拿个鞋 我说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 我最好的朋友 跟我说 他得了重病 我说你减减肥呀 我经纪人最近 也开始逼我减肥了 我也有身材焦虑 有一天 买了个鸡蛋灌饼 想想不能吃 给了路边一个乞丐 他说不吃碳水 我说 但你是个乞丐呀 他说对呀 胖了就不可怜了 我的风格叫one liner 中文叫一句话笑话 之前去大学演讲 下面坐着五十个老师 和一千个学生 院长为难我 上台说 来 一句话逗笑我 我说你学术造假 他说 真会讲笑话 我们继续 我中学 英语成绩不好 六十分的选择题 只能得十八分 老师很生气 说 你信不信 我把答题卡扔地下 踩两脚 都比你分高 我很不服气 凭什么他的脚 比我的脚厉害 他说 因为我是扁平族 我高中早恋 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 有人抓 我掩护他逃跑了 只抓到了我一个 问我 另一个人呢 我说没有啊 我自恋 我想 认真说一件事情 我爸 上个月住院了 他抽了三十多年烟 我妈也劝了他三十多年 但他不听 所以怎么说呢 也 不能怪我妈下手太狠 我妈问他 烟有什么好的 我爸说 YYDS啊 我妈问我 什么意思 我说 愿意 动手啊 我爸求饶 别打了 你是我的神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 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坐地铁 旁边大哥 一直刷那种 美女 穿短裙 跳擦边舞的视频 还外放 几分钟后 刷到了我的视频 两秒钟滑走了 我滑了回来 我说 大哥别着急 他一会儿也跳 大哥看了五分钟 说 他怎么还没跳 我摘下口罩 因为我不会 然后转身跑下地铁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那一刻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 你等下回见面呢 这茫茫人海的 一个小时后就见到了 他对我说的话是 来 一句话 逗笑我 这两年 脱口秀发展很快 内容也丰富很多 18年的时候 所有演员都讲自己穷 这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会让观众同情我们 我坐地铁 碰到观众 他说 杨波 他说我给你刷卡吗 我说不用 我就住这 然后躺在了地下 最近呢 有了一点点知名度 生活少了很多快乐 我去逛鬼屋 被鬼认出来了 他说 你是杨波吗 我更害怕了 他还把守鬼叫了出来 排队跟我合影 路过的人都傻了 看着我 你是阎翁吗 我名字非常大众 去搜索引擎输入杨波 第一个字条是杨波修脚 大企 全国上千家店 别人名字有书卷器 我名字有脚器 我很希望这个企业越做越好 然后冠名这个节目 以后这里写杨波 在领校园旁边 美人旁边摆一个脚的模型 让李淡拿起来 杨波修脚 心灵修脚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最近快被节目压力逼疯了 写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笑话 给你们讲一个 我有人格分裂 但一直没人发现 因为我另一个人格 不会说话 不好笑吗 我就说不行吧 我们住的酒店 隔音也特别差 我在屋里练段子 隔壁投诉我不好笑 我去请教了一个前辈 他告诉我 不好笑的话就加音乐 然后我也就准备了一段 音乐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乐器 都认识吧 对 是萨克斯 它的演奏方式呢 是这样的 一 二 三 四 好 先讲一下乐理 这个呢叫笛子 这个节奏叫打笛 这是笛 打笛 打笛 是一个四三排 这个不是我弄坏啊 因为它本来就是两节拼在一起的 每个人都会拔出笛子 Everybody 这个太可笑了 哎呦 不闹了 其实我是准备了一段配乐朗诵 好 音乐是我自己做的 没有版权 这个作品叫我的2021 又名我的去年 啊 一月 河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我醒来发现 谁堆了个很丑的雪人 挡在了门口 我一脚踢过去 是我爸差气的 三月 我去学开车 教练一直骂我用各种脏话 我不服气跟他顶嘴 他说 杨波你记住了 你以后是要当一个司机的 这些脏话都能用到 当然不是所有开车的都骂街啊 比如开过山车的 啊 六月 我去重庆演出 第一个段子 调侃重庆人口音乐乐不分 现场全是重庆人 场面一片死寂 他们听不出区别 啊 八月 我没写出来 啊 十月 脱口秀大会播出 我在路上走 一辆车减速 能合个影吗 我说可以 但这里不能停 要不你跟我跑一会儿 我拒绝了 他骂我 我赶紧追上去 我说兄弟 咱俩一个驾校的 啊 十二月 我报了个防骗课程 当天我去了 老师没来 虽然老师没来 但我感觉上了一课 好 胡闹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我想 我说一下 我2021最内疚的事情吧 邻里和谐真的很重要 我楼下301的小伙 每天抱怨302大爷 把垃圾放他家门口 天天吵 我找到301 我说兄弟 你才20岁 那大爷都60了 他打不过你的 两个人真打了起来 大爷被送进了医院 我很内疚 再也不把垃圾放三楼了 编的 最后我想说 我写的笑话很奇怪 我知道 我就喜欢这样奇怪的笑话 我也是 你不是不会说话吗 讲完了 谢谢 唱音乐这个吧 第三轮本来想弄的 但是觉得有点风险 因为很奇怪 就没有 然后这一轮是因为我看这个阵容 就很有可能淘汰了 可能再不 尝试一下就没机会了 而且看这个节目 可能下届也办不了了 所以 我想说 我最近 我一直在编乱七八糟的 我现在想说点 说点走心的话 就是 我想说 我为啥讲这个风格 是因为我这个人 我觉得跟我性格也蛮贴合的 我比较自闭 而且 我也不太喜欢表达 就是我 你脱口秀 其实是表达一些 自己的观点啥的嘛 我这人也不太喜欢 表达啥观点 我就喜欢这种 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最近 最难受的一个点是在于 因为我讲这种东西 都是短笑话 网上很多人骂我 说什么网络段子 明明都是我自己写的 就因为他听到之后 觉得短 或者觉得 这个话题 我好像之前看到过 就骂我 然后呢 还有人替我说话 说你替我网上搜 搜到样子发出来呀 他说我搜不到 但我就是觉得看过 如果明年这个节目 还有我再参加的话 我觉得就 就讲正常的吧 啊 所以如果 如果之后有 还有想讲这个风格的人 和心理生能力比较强的人 来讲弯烂 能把弯烂的这个位置 在这舞台上保留住的话 我觉得是挺好的 我会谢谢他 好 我可以就这么多 杨博 我想跟你说一事 我跟你这个想法一模一样 因为我也之前经历过这种 就是别人说怎么着怎么着那种 然后我也非常痛过 但是正常不正常是别人的眼光 你觉得好玩 就是最正常的生活 是不是 然后 而且为什么 要改啊 就真的会在乎这些事吗 就是这种误会啊 这种无端的骂骂 我心里生活能力比较差 所以我觉得算了 杨博 你这个坎迈不过去 不是说你换一个风格 你就能活下来了 就是可能需要一个 心态调整的过程吧 我觉得是 因为你真的很可贵 你们卖骂 就是因为是吧 人家那个谁 帮忙很喜欢 但是我觉得我们没人能够劝得了他 但是我只能说很可惜 然后我很喜欢你的风格 然后当然支持你的决定 你想放弃就放弃 也许有一天你变成正常风格了 发现骂的人更多了 你又回来了 生活很幽默的 那我可能需要自己思考一下 可能需要自己有一个环节的过程了 就不要思考 我跟你说 停止思考生活才会美好 就越思考生活越不美好 就停止思考生活美好